大家好,欢迎来到二页故事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点真实的搞笑的犯罪 我们熟悉的一些犯罪电影里面的罪犯 都是那种情商高,智商高 能把警察玩得团团转的那种 有些还要在案发的现场故意留一点悬念 挑战警方的智慧 但在我的刑警生涯中 这样的罪犯我是没有遇到过的 但是很多可以说蠢出天际的罪犯 倒是屡见不鲜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三个搞笑的罪犯的故事 2008年我们接到一个女士的报案 说她年轻五岁的儿子被人绑架了 勒索赎金 接到报案后我们就立刻展开调查 结果大跌眼睛 我们都知道绑架案 绑匪选择的基本都是有钱人 这样才有油水可炸 就像香港的那个世纪贼王张子强 他绑架李嘉诚的儿子 一笔就拿到了十个亿的赎金 但是我们在调查后发现 这个报案的女士 家里是典型的外来打工家庭 住在这个年价的城中村 可以说是社会的底层 根本没有什么钱 甚至可以说生活都存问题 而且通过排查他家的社会关系后 我们发现 他们家在广州基本没什么关系 平时生活也很节俭低调 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这么一个底层家庭的孩子 怎么可能成为绑匪的目标呢 我们把时间倒回一天前 这个故事的男主 我们就叫他狗盛吧 狗盛从家乡江西来到广州打工很久了 但是本身没有什么学历 也没有一技之长 所以什么工作都干不长 最后连一个月200块的房租都交不起 吃饭都成了问题 这天狗盛在城中村闲逛 看见一个小男孩在路边独自玩耍 狗盛刚好在前几天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绑架了小孩勒索钱财的 狗盛观察了半天 发现这个小男孩没有人看管 这不就是县城的肉票吗 所以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报纸胆 也想一葫芦画瓢 学人家绑架勒索点钱财 解决自己的燃眉之计 但狗盛因为是临时起义 之前他又没有干过这种事 很不专业 整个犯罪的流程 根本就没有谋划好 他连安放人知的地方都没有 他好不容易用糖果连哄带骗 把孩子骗到一个城中村里面 废弃的无人居住的这种老房子里面 绑住手脚堵住嘴 藏起来完成了绑架的第一步 但是这个小孩年纪太小了 只有五岁 根本记不得老爸老妈的电话 你都找不到电话找不到家人 找谁勒索去呢?狗盛觉得出师不利 正想放弃把这孩子送回去 没想到人在家中坐 你从天上来 无意间居然就得到了孩子家长的电话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小男孩的母亲在发现孩子丢失之后 急火攻心 她以为孩子被人贩子给拐了 所以就赶紧写了个寻人取士 复印了好几百份 大面积的散发 正好这个狗盛在出门望风的时候 就和这个孩子的母亲打了个照面 顺手就收了一张寻人取士 你看这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下这个寻人取士上就有联系方式 正好勒索 狗盛就打电话过去 这话还没说完 这孩子的母亲就哭得不成样子了 就给狗盛交了个底 就说我们全家都是打工的 你要我的命我马上就可以给你 但是你要钱我们家真的没有 如果有 也不至于小孩连幼儿园都上不起 天天没人看 狗盛自己也是打工的 一听孩子的母亲这么说 就知道同事天涯沦落人 肯定没有骗他 所以绑架了半天 白忙活了 钱肯定是要不到了 这小孩在手里还是个烫手的山芋 咋办呢 一个字 溜 狗盛就把这个小孩给放了 自己杀腿就溜 但是因为他之前是用自己的手机打出来的勒索电话 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查到了他 通过这个手机的定位 在他逃跑后四个小时 我们就抓到了他 2004年的5月 我们刑警队接到某个城中村的质保队 打过来的一个很奇怪的电话 他说他们抓到一个人 这个人自杀没有成功 搞得自己满身是血 非常痛苦 希望我们赶过去看一看 我一听啊 在四处反常必有妖啊 所以就去了 现场在一个治安亭的旁边 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坐在地上 靠着这个治安亭 因为很痛苦 不停地在那儿鬼哭狼嚎 但是因为他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没人敢接近他 看见我们来了 马上就跟他大喊 警察我要自首赶快救我 是什么人 自杀不成 还要自首呢 我们把时间倒退到两个小时之前 那个时候啊 广州因为有很多的流动人口 特别是打工阶层啊 都集中于各种的城中村 所以啊 滋生了很多需求 很多专门从事性交易的所谓 战阶女发廊妹 就在这个城中村中谋生 因为这些战阶女发廊妹 所面对的啊 都是底层的打工人群 消费能力有限 所以啊 在性交易的过程中啊 经常会因为嫖枝 而引发纠纷 有些想白嫖的这个嫖客 在完事之后呢 往往提起裤子就开溜 导致这个战阶女和劳保 都收不到钱 我这里插一句啊 战阶女啊 他都是由劳保来带领的 广东话叫做鸡头或者妈咪 一般啊 都是由劳保负责提供性交易的场所 还要负责揽客 从每一单的交易中呢 提成 打个比方啊 一次交易如果是130块的话呢 这个劳保就会抽掉30块 剩下的100块是战阶女的 因为在这种低层次的性交易中啊 跑单是常见的现象 那个年头啊 这个劳保就想出一个办法 在交易的时候啊 把这个嫖客和战阶女啊 反锁在房间里面 完事了 你给了钱 我才会给你开门 这个男主啊 我们还是叫他狗胜啊 狗胜本来没有钱 就是想白嫖 所以完事之后因为不给钱 就和女方吵起来了 这狗胜害怕惊动外面的劳保 找人来揍他 所以呢 就动手掐住这个女方的脖子 那女的怕了 就在房间里大喊 狗胜啊 就很残忍的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 猛插了这个女的好几刀 直到断气 其实啊 这个劳保啊 当时就在门外 他们吵架啊 听得一清二楚 但是这个女 听到这个女的喊杀人的时候 这个劳保被吓傻了 他不敢开门去救 反而害怕惹祸上身 自己呢就开溜了 狗胜啊被反锁在这个房间里面 撞不开这个防盗门 他只好掰开这个阳台上的 那个防盗的铁窗 跳下来 但是啊 那个出租屋啊 正好是在三楼 距离地面啊 有十来米了 狗胜这一跳啊 把两条腿都给弄折了 这个腿断啊 疼痛难忍啊 狗胜呢又怕被人发现 只能咬着牙 爬在地上 匍匐前进 大概爬了一百多米吧 实在是痛得忍不了了 他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 就想到了自杀 他就用杀人的那把水果刀 在自己的肚皮上来回的画 这个蠢货啊 杀人的时候非常残忍啊 但是自杀的时候呢 却是一个熊样 你说自杀哪有画肚子的 那都不是致命的地方 一点死的诚意都没有 他刚把肚子画破了 流了一点血 他就在那大喊大叫 痛得不行了 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了 于是乎呢 他就坚持爬到了这个 城中村的这个治安亭 要求那个保安打电话给警察 他要自首 这种残忍的蠢货 我觉得啊 算得上是人间的垃圾 没有救的必要 2006年 我经手了一个勒索案 一般来说啊 绑架必然会勒索 但是勒索却不一定有绑架啊 就像很多这种街头的小混混 到处以暴力的威胁来收保护费 那其实就是勒索 有一个小饭店啊 经常被附近的几个黑社会 白吃白喝 还勒索钱财 有一次让这个老板顶了两句 这个小店就被砸了 老板还被打进了医院 于是就报了警 我们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的那个监控录像 就得到了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模糊的头像 那个时候大城市的视频监控 还没有现在这么变态啊 到处都有 而且都是高清 那个时候很多地方的摄像头啊 都是分辨率比较低的 而且呢位置也不太好 也就是只能看到一个人的 大致的这个形态特征 这个面部的细节是看不清的 所以啊我们虽然知道 是哪一帮的黑社会干了这个事 但是具体的人员啊 很难从视频中去分清 但是啊 带头的那个人的体态啊 我们是记住了啊 一个人的体态啊 就是这个举手投足的这种习惯啊 是很难改变的 即使看不清面目 体态啊 有些时候也能在找人中发挥作用 正在我们发愁去哪儿找人的时候 没想到第二天啊 他就主动松上门来了 第二天啊 我们在复刊现场的时候 现场有很多文讯而来的围观群众 这里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复刊现场 就是对于我们行警而言啊 看一遍现场是不够的 一般要在不同的时段 多次去勘察 反复来比较 我们称之为复刊 这样做的目的呢 就是避免看一次现场 遗漏很多细节 中国人嘛 看到警察来了 都喜欢看热闹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围过来吃瓜 这帮黑社会的头目啊 是个愚蠢而又自作聪明的人 我们依然叫他狗胜啊 狗胜看过很多警匪片 他坚信啊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狗胜也收到了消息 所以呢就文讯前来 看热闹 希望能窥探一下警方的动向 我的师父啊 当时啊 不经意在这个围观的人群中啊 就注意到了这个贼一眉鼠眼的家伙 心里就很不痛快 他就问我 你觉不觉得这个家伙 有点像那个监控录像里面的那个 那个带头的 体态很像啊 当时我看了一眼 我说应该没有那么巧的事吧 还有那么蠢的人啊 往枪口上撞吗 可能就是相似而已 但是我的师父啊 凭他多年的刑警经验啊 他很执着 他越看这个人就越觉得不对劲 所以啊 干脆二话不说 直接冲过去 把那个家伙抓住 开始盘问 这狗圣啊 做贼心虚啊 在我们现场的这种强大的气场下 三问两问就露出了破绽 果断被我们当场拿下 这个案子啊 就这么着 破了 好 今天的行进故事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啊 如果你感兴趣 多点赞 多转发 我会不时的更新这个系列 给大家讲一讲 现实生活中 真实的行进故事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